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組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1月8號禮拜二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一樣按照慣例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上漲了124點 成績量是2200億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最近的成交量 有在開始慢慢增溫的感覺 什麼叫慢慢增溫 就是原本大家在上禮拜的時候是覺得 這個盤我不想做對不對 看到營收這麼爛我不想碰 然後看到越漲越高越漲越高 大家看怎麼樣就心癢癢的這樣子 你心癢然後想好不好不忘我追進去看看好了 所以這個成交量它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那成交量越來越大呢 那也就表示說現在市場就是開始在慢慢增溫 OK 所以這個是現在市場上也看到的情況 就是說成交量開始逐漸放大了 表示說開始有越來越多人回來這個股市 但是呢越來越多人回來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沒有什麼好壞啦 反正就是只要量不要爆量就好 那針對這邊的大盤大家會問說這個盤到底要漲到哪邊去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在股市當中不要去預設立場 我們不要想說它會漲到哪裡 有人會預設說會不會漲到1萬4 漲到1萬5 或是說這邊會不會到萬8萬8想太遠了 會不會看到1萬4 1萬5之類的 那說真的你去猜這些東西其實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們去做猜的這個動作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指數它現在還能夠守在 黃色這一條5日線上 那當然就是一個好的情況 它只要能夠守在5日線上呢 那其實對於未來的行情就不會去太 預設立場就是說它到底要漲到哪邊去 然後呢這個是日線的部分 假設日線 好了我們假設這禮拜接下來都沒漲 接下來今天都沒漲 還要這邊整理這邊整理 好那在這邊整理的情況呢 那我們要看到什麼 我們假設這禮拜過完了 我們要看到周線 欸我跟大家講喔 周線最近非常重要喔 非常重要 周線是現在一定要看的東西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那我們來看到大盤的周線 大盤的周線 一樣就是看這一條 五周均線 那為什麼這一條五周均線很重要 因為 它是過去兩個月以來 第一次 第一次喔 第一次站上這一條五周均線 所以說它非常的重要 假如說接下來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禮拜壓力大嘛 那壓力大的情況之下 股價如果還能夠守住這個壓力的話 守住這一條五周均線 那我們接下來的設定就是說 只要大盤的周線 能夠維持著低點 越來越高 那這樣反彈的力道就可以延續下去 所以說這個禮拜非常重要 就這個禮拜它是可以去守住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去設定說 大盤的低點能夠越來越高 就有點類似像 七月中反彈的這一段 大盤低點越來越高 它就有個反彈的力道 那等到大盤低點開始破低之後 那你就知道 行情不對了 那就準備要跑了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要去預設說 它到底會漲到哪邊去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它會漲到哪邊去 但是只要它還能夠守住 它該守住的位置 那我們就不會去預設太多的立場 好 那再來講完大盤之後呢 我們來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今天個股最需要注意看 大家知道是哪一檔股票嗎 我跟你講 永豐金 為什麼要看永豐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因為今天有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叫做魔獸加盟台灣直爛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些人不看NBA 可能不知道魔獸是誰 魔獸就是NBA的一個球員 那這個球員呢 基本上是一個 可以準進入名人堂的球員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球員 然後他竟然來打台灣的籃球 這真的是讓我太意外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以前都是以棒球為主 就台灣的棒球是世界非常知名 那籃球真的是不有名 那可能像我自己小時候 我大概幼稚園的時候吧 我就在看NBA了 那從幼稚園到國中高中 然後到現在其實 我都還是在看NBA 像台灣之前有一度很流行 那個什麼SBL 就什麼超級籃球聯賽 那時候還有什麼林智傑啊 然後我也忘了我記得林智傑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也沒什麼看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多次都看NBA 然後現在看到一個NBA球星 竟然要來台灣打球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因為台灣籃球沒有說非常的強 那也不是說非常的知名 那為什麼一個名人堂的球星 他會要來台灣打籃球 所以早上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是 這個新聞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在大概若干年前吧 那時候棒球有一個很傳奇的棒球明星 MLB的棒球明星來台灣打棒球 那個時候掀起一陣棒球熱潮 就是台灣就很多人開始買票進場 然後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一個名人堂的籃球明星 要來台灣打籃球 那我覺得說應該會帶動一些相關的票房 然後所以說那他因為他是加盟那個 雲豹 什麼我也不知道 桃園雲豹 反正就是這個名字 桃園永豐雲豹對 那我在看到這個東西他加盟 因為其實我以前沒有來看 然後他說他加盟桃園永豹雲豹對 那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關鍵知道看什麼 你不會看桃園嗎 你也不會看雲豹嗎 你會看什麼 永豐嗎 所以就會找永豐相關的概念股 然後反正我建議大頭 我大家就在看就是 第一個因為第一個想法一定是永豐金 就是永豐魚集團的 所以第一個想法就看永豐金 然後看一下 好像沒什麼動靜 然後好吧算了 然後我就開始點一下 永豐魚集團有什麼 有華紙沒動靜 然後永豐魚沒動靜 永豐金沒動靜 好那其他應該更不可能動了 對那想說好吧那算了 但是我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還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我那時候去查一下 他們那個場館那個門票的售價 他最便宜的門票大概只要100元 然後最貴的呢 好像也才600多塊 就不是一個非常貴的金額 然後那個場館可以容納15000人 是一個非常大的場館 所以說那時候我想就是說 門票一張大概600多塊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負擔得起 應該多數人都負擔得起 那個門票應該是被搶爆吧 然後後來想想對 可能賺最多的應該是誰 黃牛 應該是黃牛票會賺最多 我覺得搞到後來就是因為大家 那因為你真的從我從小到大沒有 就除非你去美國 飛去美國看NBA 但是你沒有在台灣看到一個NBA 是真的是加入台灣的這個直籃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在今天是 在這個一片很悶的盤面下 我覺得是一個蠻有趣的新聞 那只是說在我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是你在股票人嘛 就如果你是一個就是股票人的話 你看到這個新聞你第一個想法就是去找相關概念 魔獸概念股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在那個 在網路上我po這個新聞 然後就有人回我說那個 魔獸概念股是什麼 他跟我說這一檔 南地 他講出來南地的時候真是笑出來 為什麼就是因為這間公司大家 我們知道他以前很紅 他是做那個醫療用手套那種橡膠手套的 然後他同時又做保險套 然後所以他丟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覺得我當時看到瞬間笑了一下 當然就是只是好笑好笑而已啊 只是說今天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永鋒金 然後可是看到永鋒金 沒有因為這個新聞而動的時候就算了 但是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個新聞我覺得今天蠻有趣的 就是可能是我活了34歲以來 活了34年以來 第一次會想要買票去看台灣的籃球 應該就這一次的 所以接下來幾天 我記得好像是11月10號 他的票好像就開賣了 就應該我相信可能到時候應該會跟搶 五月天或搶那個蔡英寧的門票一樣 就是可能大家都會搶那個門票 因為你第一次可以在台灣這麼近距離 而且又是這麼便宜的門票 是可以看到NBA的 他應該算是已經變成是 未來的傳奇球星了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應該大家可以看一下 支持一下台灣的籃球 OK好那我們講完這個題外話之後 因為這是今天我在看盤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一個蠻有趣的情況 那再回到震驚了 震驚就是說我們今天會看到很多股票 你會發現都是開高走低 應該有發現吧 就說今天像之前很強勢的像雷虎 今天就是就是找盤拉到漲停吧 殺下來然後整個就是一個亂七八糟的 雷虎今天漲停打開了嘛 那像是之前很紅的像比如說2468的華晶 他做資安的 那還有像是還有誰喔 比特幣 虛擬貨幣相關 你看像立台2465立台 他是找盤漲停板然後直接被敲下來 然後把漢訊然後2425的乘起 就這一些乘起還好 就漢訊比較明顯 就把漢訊也跟著一起帶下去 那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說就是我們在看盤的時候 我們又看一下所謂的市場氣氛 我在昨天的影片跟大家交過嗎 說市場氣氛是看什麼 你就看一堆股票到底還能不能夠持續創新高 如果你發現這一段期間創新高的股票還是很多 那表示盤面的氣氛是好的 但是你發現說今天很多之前那種在漲的那種小腰股 都是被打開來而且都是往下開高走低的 那你就會思考說資金是不是有在流出去 好那應該說資金流動 那資金流到誰身上呢 今天最明顯的是誰 台積機 台積電今天就是算是比較逆勢抗跌 就很多小股票都是開高走低 但是台積電今天倒是蠻抗跌的 那所以說就很明顯知道說 小股票的資金開始流向大股票這邊來的 那這個東西它會不會是常態呢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能確定說 起碼資金還在這個市場上 就如果你發現小股票也在殺 大股票也在殺 那這個盤可能就怪怪的 那可是現在是小股票殺 但大股票其實沒有什麼動 那像今天長榮 長榮也是佔全職 他也還算是有撐住 那或是像是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過的 ABF宅板星星 他今天也還算搶 結果你會發現資金從原本的小股票 聊到大股票 那這些股票的特色是什麼 都沒漲 你看像台積電 你要說台積電有漲嗎 沒有他很明顯是一個落後大盤的情況 你說星星他有漲嗎 其實也沒有 他過去大盤在衝的時候 他都在那邊載夫載成的 你說長榮之前有漲嗎 也沒有 他甚至上禮拜還曾經創新低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發現一個情況是什麼 資金開始從原本漲多的股票 流向還沒有漲的股票 那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不是故事 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盡量不要去追降 因為如果你真的下去追的話 你會發現你可能就追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那這樣如果你追在比較高的位置可能 假設之後可能開始回檔的話 那你追在高的位置 你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套牢的情況 所以最近的操作模式 要嘛就是你等到拉回的時候再來賣 要嘛就是你去找那種還沒有發動的 去等待那種還沒發動的準備發動 我覺得這樣子的情況會比較好 就是盡量不要去追 那原因是在於什麼呢 在昨天這篇文章 這個是今天早上的廣播 跟大家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最近我們會去看一下 十週均線的壓力 昨天講過我 昨天指數卡高高 但是不少個股都是開高走低 原因在碰到上方的十週均線的壓力 所以最近在選股的時候 要很注意週線的這種十週均線的壓力 像我們在昨天的文章 有教學過一檔股票叫做 好像是滑通吧 就是滑通 對 比如說看到滑通 滑通你就會發現說 他在這個禮拜他往上 他目前這禮拜他開盤是開很高 然後後來就是開高走低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就遇到了 上方這一條 紫色這一條十週均線的壓力 那這個壓力到底能不能過呢 那我們去看十週均線的扣底值 所以扣底值還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 表示說這一條均線 就還是一個下彎的情況 下彎的均線就會變成是股價的壓力 這一件事情大家要記得 所以在接下來我覺得很多個股 他開始開高走低之後 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那震盪的時間點呢 那我們不用太急躁的去進場 那你只要知道 假設週線還能夠維持著一個 低點越來越高 那反彈的力道 反彈的趨勢 就還是會持續存在 所以說可能有些股票 上禮拜漲多了 然後這禮拜開始回檔整理 那如果他接下來都還是能夠維持著一個 低點越來越高的話 那說不定在股價回檔的時候 他會變成另外一個進場時間點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之後 再來跟大家在文章裡面做教學 OK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第一個 昨天的那個標題是爛時機 賣古號時機 你真的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在大盤很爛的時候 大家會一直很想去看 看影片看文章 看很多資訊 為什麼 因為大盤很爛的時候 大家會想要去找說 大盤為什麼這麼爛 所以那個時候的觀看度會比較高 那大盤從爛變成好的時候 觀看度很低 為什麼 因為大盤很 從爛變成好 通常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就你看我們從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那個大盤的氣氛在改變 有沒有 對吧 我們從上禮拜就一直講說 大盤氣氛改變 大盤氣氛改變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半信半疑說 會不會漲會不會漲會不會漲 對不對 很多都這樣子 然後等到漲上去之後 大家會發現 靠 沒買什麼股票 然後就變成說 可能有些人是連動都不敢動 然後就看著指數這樣上去 看著個股這樣上去 所以他要幹什麼 不看了 沒想要看 越看越傷心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在大盤 從在很爛的時候 其實大家觀看度是比較高 因為大家會想說 到底 恐慌嘛 恐慌就像溺水一樣 你會想去抓個服務 這樣 等到大盤從爛變成好的時候 大家就不看了 反正我也沒買到對不對 等它下來再說吧 對 然後等到大盤再往上衝的時候 那個熱度又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受不了了 大家想 看到新聞可能講說 什麼收復萬事 然後之類的 等等之類的 然後整個行情又開始熱起來 這個真的很有趣 就是說你去看那種 就是像我很常去看那種 就是YouTube的觀看次數 或是看那個 臉書的一些回聞的情況 社團的熱度 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 大概從我開始教這個 大概分享這個 大概已經有三四年的時間了 屢四不爽 真的屢四不爽 真的 所以說我覺得說大盤冷的時候 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大盤冷的時候 你知道大家冷 那你要怎麼樣 你反而要更熱 等到大家都開始熱的時候 你要幹嘛 你要稍微冷靜一點 就這樣子 OK好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問題 Jasmine 謝謝阿信老師 以前很容易被一些消息面搞的 這什麼 眼鏡的符號嗎 這次有阿信老師定心 反正看阿信老師都對了 這個最後面是一個笑臉的符號 感謝Jasmine的收看 然後我還是要跟你講 就是說 對 因為我會幫大家去補充這些資訊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我要強調重點重點 現在 你可以發現這兩天很多股票在開高走低 所以說你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就如果是你早上要買 假設早上9點鐘 9點5分9點10分 你想要買股票 你要看的是什麼東西 你要看的是 今天的5分K 開盤低跟5分K的狀況 開盤低跟5分K 有沒有過 那如果說你是尾盤要買股票 那你要記得 就是它的均線的開口會不會太大 或是說它有沒有距離五日線太遠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讓 應該說這些東西可以讓你的進場點 再抓得更好 所以說最近我會覺得 有些漲上去的股票 我就放棄不去追了 除非我在盤中 我買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那另當別論 不然最近你發現 執行卡有做移動了 執行卡有做移動的時候 那你的找進場點的方式 可能就要稍微的再謹慎一點 會比較好 再來看到杜甫能動 是啥? 謝謝老師請教一下 想更深入產業面有什麼方法嗎 所有老師的PP新聞外資報告 有沒有其他可以更了解 自己有興趣 但現在可能偏冷門的產業面 謝謝老師 其實 其實如果想要更了解產業的話 有個很快的方法 非常快的方法 你就是每間券商都把它開戶 因為其實券商它都會有提供這些報告 它都會提供產業的報告 因為有些產業可能 比如說像 雖然有丟什麼產業 不管啦 反正就很多啦 反正我們面板 記憶體 然後 比如說運動產業 成衣業 然後塑畫 紡織 就各個券商 它都有提供這些報告 其實都有 那只是說 如果你想要找那種細產業的話 細產業比較不好找 就是如果說 比如說你可能講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漢訊 你可能要講板卡族群 那個可能不好找 太小的產業不好找 因為券商會去摳這些公司 它一定這些公司要有一定的大小 規模大小 他們通常針對太小的股票 是不會去拜訪的 所以你的冷門產業 我不知道是多冷門 如果是真的很冷門的話 券商它也不會去拜訪這些公司 所以那這種 如果真的很冷門的產業 你要去找 那就真的會比較不好找了 那再來看到Eric感謝老師 再來看到Tea感謝老師 謝老師 再來看到Water謝謝老師 Alex謝謝阿欣老師按讚 沒錯按讚 對按讚訂閱分享 再講一次 按讚訂閱分享 OK 再來看到凱薇 請問老師您之前影片中提到 你是短線交易為主 因為我也是短線交易居多 想請問老師通常是怎麼挺立的 因為我常常今天買隔天漲個4%就忍不住賣掉 後面噴上去懊悔不已 變得常常要找新標的來玩 但因為現在盤面變動很大 又怕今天不賣晚上美股爆點 隔天台股直接跳空開低 往下一場空 謝老師回答 OK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這個問題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家的助理也來問過這個問題 我大概去重複一下他問的問題好了 結果他昨天問我說 翼龍店該不該賣 對 結果我們家的助理他昨天問我說 翼龍店該不該賣 因為昨天翼龍店是漲了8%嘛 然後反正他就蠻開心 他就賺了一根8% 他問我說翼龍店到底該不該賣 那這個東西呢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就如果你是想要去找 如果你想要賺更大的波段的報酬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不用去賣 為什麼不用去賣 因為你設想的點在哪裡 比如說好假設這個禮拜 他都能夠過 還在守在上禮拜的高點之上的話 那當然他這禮拜的股價 就是偏強勢來看待 那如果說你去看這個禮拜的股價 假設他能夠過上禮拜的高點的話 那過去 已經大概不知道多久 可能過去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你發現他周線的高點都是越來越低 然後這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可以有出現高點過高的情況 就表示說他的趨勢開始出現改變 什麼趨勢 原本是一個下跌趨勢 他現在變成一個上漲的趨勢 那這種情況可能下禮拜股價 假設下禮拜股價開始整理盤正 那他如果都沒有破這禮拜第一點 那他就可以有機會讓他底部 越墊越高 那這樣就可以有一個波段的報酬 好那這個波段報酬呢 他一定會有波段報酬嗎 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他下禮拜長這樣子 怎麼變黃色 怎麼下禮拜變這樣子 好你發現他把這禮拜的低點給跌破了 那你就會想說他的下跌趨勢就沒有改變 他就還是在一個下跌趨勢 這樣你可能原本你在這禮拜賺的部位 你可能就要除掉了 你可能甚至會從賺變成賠 或是沒賺都有可能 那大家會想說奇怪 那我到底是要選擇有波段報酬 還是我要短線進出呢 其實我跟你講 你要看你自己的習慣 跟你的風險承受度 比如說好我想要賺大的 我想要有波段的報酬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你要有波段報酬 你不可能是用短線的方式 你一定就是要放著股票 那你放著股票有沒有什麼風險 有就是你可能之前賺錢 然後可能會放到賠錢 或是放到沒賺沒賠 這是有可能的 但因為你想要賺多的嘛 那你就要負擔 你就會扛比較大的風險 那如果你只想要說 那我就是用短打的方式 有賺我就跑 可能賺個8%我OK了 那我就去找下一檔股票 我就有下一個標的 那也OK 那這種情況風險比較小 但它累就累在說 你可能要不停的去尋找標的 所以兩種方式它沒有對跟錯 它真的沒有對跟錯 那當然你可以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中間的做法 就是往上漲 我先減碼一半 然後剩下我繼續報酬 這也可以 所以其實三種方式都可以 那這種有一定的對錯嗎 沒有啊 你說像之前在一兩個月前的盤 你有賺 你今天賣掉 隔天可能都跌下來 甚至後來都跌下來 那你這種短線做法可能就對了 那如果說假設現在行情變好了 那你一樣是有賺就賣 那你就發現 怎麼股價好像越墊越高 那這種方式你可能用短線的方式 可能就不一定這麼適當 所以說其實回到這個同學的問題 他說到底是要今天買隔天賣掉 還是說你想要放 他有提到一個問題 他說現 他說覺得常常要找新標的來玩 他講的這句話其實是key point 他是關鍵 因為你說你已經是一個短線交易 那如果你是短線交易你就要知道 短線交易他能賺到的就是一個短線的報酬 他不會是一個波段的比較大的報酬 所以你就是已經開始 你的想法開始跟你的做法出現衝突了 你的想法是指說你是短線交易 你的做法是短線交易 但是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又希望你能夠賺大的 試問有這種就是短線交易然後可以賺大的嗎 有但是很少真的很少 類似這種的交易通常都是必須靠追價追出來的 就你要很敢追啦 就你要去追那什麼雷虎啊 追那種就是很標的股票 就你除非去追這種 你才有可能在短線上去賺到那種很大的報酬 所以你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是 就像那個我們昨天那個小編問的 就是說他該怎麼去做 我說你要去先想好就是說你到底是想要去賺大的 還是你只要賺 還是你想要是有比較少的風險然後有賺就跑這樣子 因為有賺就跑風險一定最少嘛 你起碼你的獲利是可以放口袋的 但如果你的獲利沒有放口袋你想要賺更大的 你的風險就是可能你之前賺的會不見或是會縮碎 這都有可能的 他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只是看你的風險承受度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假設現在大盤反彈假設大盤反彈好了 那你可能看到很多股票是沿著五日線一路往上衝 那可是如果你想要之前呢 之前哪有什麼股票是可以一路往上衝的 都嘛是漲一根隔天就跌下來 漲一根隔天就跌下來 所以每個情況是不同的 一定有這個方式 他可能陷在盤面適用 他到另外一個盤面不一定會適用 所以大家要去知道這個概念喔 但是你要讓每一個方式 你要讓這個方式可以讓適用每個盤面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大家要先知道說 方式有好有壞 時間點使用方式也不同 再來看到謝老師可以分享台藥嗎 小心 台藥按照你講的是這個4746的台藥 就你按照你寫的字是4746的台藥 一個是做生技股的台藥 一個是做銅箔基板的台藥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問銅箔基板吧 因為4746的台藥最近蠻冷門的 所以銅箔基板的台藥是比較OK的 然後銅箔基板這個族群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說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一份外資報告去丟給小編 那大家可以在我們的Light去跟小編拿這份報告 那我先說這份報告都是英文版喔 全部都是英文版 所以你不要說怎麼都是英文 因為它是外資報告 所以都是英文好嗎 如果你想要去 趁機練一下自己的英文的話 你可以跟小編去拿這份報告 但這份報告我覺得有一些蠻有趣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再來看到 MIN 今天只有銀箔類股沒有 銀箔 搞不好說不定這次就換他了 然後再來 花樣美男子 希望能談到一萬五 不要預設立場啦 不要預設他到底會談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不要預設立場 就是我們去看到盤面的情況去做事情 但不要去預設立場 再來看到 俄羅斯人 死日本人 殺死台灣人 集血星 這個ID真的好可怕 看到就覺得會做噩夢 你知道嗎 阿信老師什麼時候還會開技術的課程 大概在12月吧 12月的時候 12月幾號 24號 12月24號 聖誕 平安夜 我們在12月24號 預計我這場應該會開實體課程 就是平安夜的時候 聖誕節的時候開一趟實體課程 在12月24號下午一點 再來 凱基雪莉 我都直接把影片收藏起來 YouTube影片可以收藏嗎 可以喔 再來看到 HAN 老師太空人拿到冠軍的 沒錯 我們都講過嘛 費城人拿到冠軍 經濟衰退的程度 經濟衰退的機率是百分之百 那我不知道太空人拿到冠軍 經濟衰退的機率是多少 但是我們目前按照聯準會這樣升級來看 其實衰退的機率也是蠻大的 好這個之後再來講 再來看到那個 ICHIRO 感謝帥氣欣老師 可以問一下新糖還有多多糖可以吃嗎 像新糖這種股 欸 像新糖這種股票喔 就是 他好像是昨天吧 好像 對 昨天他公佈了 他的營收 其實發生現在不管什麼公司喔 營收大概都差不多鳥啦 都真的都差不多鳥 然後在新糖的話 我覺得你要去注意到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缺口 缺口壓力 所以他現在剛好就是打在壓力的位置上 那像這種打在壓力位置上 就自己小心一點吧 就是股價轉強 他是要能夠突破壓力的 那你要不要怎麼做 可是看你自己 但是我跟你講說 現在就是在一個缺口壓力附近 再來看一下 帥氣的阿信老師想請問3027的盛達 3027的盛達 等我一下 聖達這間公司到底是幹嘛 其實我一直沒有很仔細去注意到他 唉唷 唉唷 我覺得聖達這一檔股票喔 就是你這個禮拜可能要稍微 稍微的小心一下 我說的小心 不是說叫你一定要買我一定要賣 沒有這個意思 原因是在於說他這個禮拜的量 很大 你看他這禮拜量超大 今天才禮拜二而已耶 今天禮拜二的量已經是 比上禮拜還要大了 甚至已經要跟之前 九月份這一根大量 可能差不多了 所以說如果像這種 這禮拜爆大量的話 假設 他沒有辦法過之前的高點 唉唷 那你就會思考一件事喔 這禮拜爆大量 還沒有辦法過之前的前波高點的話 那 沒有有量都過不去了 那假設接下來如果是沒有量 量縮的話那容易過去嗎 可能要過去的機率又更難了 所以像盛達這種股票 我會比較小心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個禮拜已經爆大量了 那他已經爆量的情況之下 他就只能趁這個禮拜要漲趕快漲 那如果這個禮拜漲不上去呢 那我們就會比較小心一點了 再來最後看到那個王秀琴 他說問到長榮航 航空股喔 我對航空股實在是沒什麼興趣耶 因為要看航空股 因為航空股就是很典型的嘛 你載貨比載人還要賺啦 那現在載貨的情況就少了 那所以說 你看像華航的營收都已經掉了 所以像長榮航 我覺得接下來營收 搞不好有可能會掉 不要用那個什麼就是出國啊 旅遊這種東西 來當作是航空股的上漲藉口 有會刺激 但是它絕對不是主要原因 對就是你要想嘛 今年有這麼多飛機 你要想現在台灣是只有長榮航跟華航耶 全世界有多少的航空公司 全部都衝出來了 你要想以前是只有幾架飛機 現在飛機量超多耶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會分掉 人出來了 但是飛機的量也增加了 所以這個會不會被分掉呢 我覺得應該多少都會 所以對於航空類股這種股票 我就沒有說這麼的愛啦 就覺得它可能短線上 還是要讓它整理一下吧 好吧 今天問題都回答到這邊 然後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通知內容 我是阿信 我們明天下午2點半 直播見 掰掰